在情感的迷宫里,康特似乎已然迷失了方向,心中对阿祖法滋生出了怨恨的情绪。 他固执地认为,自己既已放下身段前去赔礼道歉,阿祖法便理应顺从地跟他来到此地生活。 在他那狭隘的认知里,阿祖法的拒绝就是对爱情的背叛更是表示阿祖法从来没有爱过他。 可细细思量,康特的行为实则尽显幼稚,阿祖法此前就明确表态不愿与他前往城里生活, 而他却全然不顾,自作主张地购置土地,还自以为是的认定这一切皆是为了阿祖法。 然而,他在行动之前为何不与阿祖法坦诚相伤呢? 既已擅自抉择,又怎可将一己之愿蛮横地强加于他人? 这种罔顾他人感受,独断专行的做法,无疑是对感情的一种伤害, 也为他们之间本就复杂的关系添上了更深的裂痕。 康特在这段感情的纠葛中,始终站在自我的视角, 未曾真正设身处地为阿祖法考量半分, 亦为深入探究阿祖法内心深处的真实渴望。 阿祖法曾多次言辞恳切地表明心意, 强调自身只想于那方天地远离康特母亲的纷扰, 安然享受平静的生活, 可康特却仿若充耳不闻, 依旧固执己见。 如今,双方皆坚守各自的立场, 毫不退让,就如同两只对峙的困兽。 如此一来, 康特便只能独自踏上建造房屋之路, 那座原本构想中与阿祖法共享的爱潮, 此刻却沦为他一个人的战场。 康特如今怀揣着急切的心情, 投身于房屋建造工程之中。 一方面, 他与小男孩确实急需一个安稳的栖息之地, 以躲避风雨的侵袭, 让漂泊的身心有处可依, 另一方面, 在他心底深处, 仍固执地认为阿祖法迟早会迫于种种压力或被他的坚持所打动, 从而选择妥协, 回到他的身边。 所以今天一早, 他就带着小男孩去购买了一些建筑材料回来。 材料一卸载完毕, 康特和小男孩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紧张的房屋建造工作。 他们找来石块放置在之前挖掘好的地基之中, 不多时, 康特意识到仅凭现有的工具进展有些缓慢, 于是他赶忙拿起电话打给老者, 请求老者帮忙带一些建造房屋所需的工具过来。 老者接到电话后, 就迅速带着工具出现在康特面前。 老者真的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人, 他的生活似乎就是在助人中度过, 每天不是在热情地帮助阿祖法母女, 就是在回应康特的求助。 对于帮助阿祖法, 那完全是老者发自内心的善良驱使, 是自愿主动的行为。 而对于康特, 虽说是康特主动打电话请求, 但老者也从未有过丝毫的犹豫, 总是及时伸出援手。 老者带着工具抵达后, 并未急着离开。 他心怀善意与热忱, 主动留了下来, 指导康特怎么建造房子。 有网友指出, 康特当前的房子规划存在明显局限, 面积太过狭小。 究其缘由, 首先在于康特此前从未涉足建房领域, 毫无相关经验, 如同在黑暗中摸索, 难免有所偏差。 其次, 他行事风格似乎欠缺周祥规划, 做事仅凭一腔热血与一时冲动, 为对建房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和整体布局进行深入考量。 再者, 经济因素也不容忽视, 出售土地所得资金在购置这块地皮后已所剩无几,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的建房规模与布局设计。 然而, 在这诸多因素背后, 或许隐藏着一个更为关键的心理动机。 康特或许急切地渴望通过尽快建造好一间房子, 向哥哥和阿祖法彰显自己的决心与能力, 试图以此为契机, 打破彼此之间的僵局, 赢回他们的信任与认可。 尽管这种方式可能略显仓促与盲目, 但他还是想象阿祖法和哥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 在热火朝天的忙碌了一阵子之后, 老者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计, 准备离开。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无奈, 毕竟他自己也正忙于建造房屋, 时间对于他来说同样宝贵且紧张, 实在没有太多闲暇能一直留在这帮忙。 除此之外,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眼前, 那就是康特购买的水泥已经耗尽了。 之前康特去购置建筑材料的时候, 不知是疏忽还是预算有限, 仅仅只买了一包水泥。 这区区一包水泥, 在建造房屋这样浩大的工程面前, 无异于杯水车薪, 根本无法满足施工的需求。 老者离去之后, 康特和小男孩继续埋头苦干。 然而, 现实却并不顺遂, 他们本想一鼓作气完成第一层砖块的堆砌工作, 但由于水泥告情, 即便两人全力以赴, 最终还是未能完成, 不得不无奈地停下手中的活计。 康特望着那尚未完工的第一层, 心中虽有遗憾, 但仍抱有乐观的态度。 他略带感慨地说道, 要是水泥没有用完的话, 我们今天的工程进度肯定会更快一些。 不过, 话虽如此, 当他转头看向今天已经完成的部分时, 眼中还是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 他似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, 好心情地和小男孩也玩闹了起来。